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拥有过半的市占率,并在先进制程技术领域,全球领先。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于去年底举行南科三奈米制程量产,即扩厂典礼上透露,准备中的二奈米制程晶圆厂将会落脚在新竹与中科,共计有六期工程。 最新的消息显示,台积电已启动二奈米市产的前制作业,将搭配导入AI系统以节能,并加速市产效率。 该公司二奈米制程将首度采用全新环绕炸级GAA电晶体架构,在研发初期,会先于竹科建立小量市产生产线,后续导入竹科宝山晶圆5-2市场,预计于2024年风险市产,N2将于2025年量产。 二奈米家族的N2P和N2X则规划于2026年推出,估计未来包括苹果、辉达等都将是台积电二奈米制程的首批客户。 台湾媒体报道,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,此前已向客户及合作伙伴发出邀请函,于7月底举办全球研发中心启用典礼,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亲自出席,凸显该研发中心的重要性。 据介绍,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位于竹科宝山,目标是将全球研发中心打造成台湾的贝尔实验室,着重于更先进的半导体制程及各项前瞻技术的基础研究,是未来台积电持续领先的关键。 台积电规划,全球研发中心将招募8000名研发人员。 值得一提的是,张忠谋刚刚在7月上旬过完92岁大寿,台积电选在他生日的月份举办全球研发中心启用典礼,业界认为是给张忠谋一份生日庆祝大礼,并由其亲自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 据悉,张忠谋2018年裸退后,急不过问公司日常营运,但他仍是台积电的精神领袖,也因此除了极其盛大关键的活动, 张忠谋会现身之外,其余场合都不会出席。 最近一次张忠谋出现在台积电的活动,是去年12月出台积电,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厂首部机台进场典礼。 三星作为台积电最大的对手,一直没有停下追赶脚步,据韩国时报消息,韩国科技部7月下旬表示,政府将推出一项免费流片服务,让本科生和研究生有制作并验证他们设计的半导体晶片的可能性。 这一过程,旨在提高年轻一代专业人员的知识水平,加深他们对数位装置、高科技设计和商业应用可行性的理解。 韩国科技部表示,将为选中的学生团队提供500奈米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制造和封装服务。 这一服务名为MyChick,半导体专业的学生可以以团队形式申请。 今年共有25个团队将会入选,2024至2025年还会选出150多个团队,2026年后将选出300多个团队。 今年的申请者将接受专家小组的面试,获得工艺设计工具包,并年底之前提交设计。 制造完成的晶片产品将在2024年4月交付。 韩国科技部部长表示,这项服务将为学生提供宝贵的经验。 韩国政府将为培养优秀的年轻半导体设计专家提供实践经验。 韩国政府2022年7月曾表示,将与晶片制造商合作,在未来十年培养和教育超过15万名半导体专家。 在此背景之下,三星集团子公司与研饰大学、城军馆大学、韩国科学技术院和普向科技大学合作开设了晶片专业课程。 SK集团子公司也在高丽大学开设了这类课程。 2021年,三星超越英特尔,成为全球收入第一的晶片制造商。 这也是其在三年后首次重新夺回榜首位置。 然而,由于记忆体业务状况的急剧恶化,三星DS部门的业绩从去年三季度开始持续疲软。 为了扭转,据电子时报报道,三星电子将投资一兆韩元,折合7.66亿美元,扩大其高频宽记忆体HBM产能。 消息人士认为,三星的投资不仅是为了与SK海力士在市场上竞争,也是为了满足辉达和AMD等公司的客户需求。 韩国ET News指出,三星的目标是到2024年底将HBM产能翻一番,并且已经下了主要设备的订单。 据悉,WSS晶圆承载系统的供应商包括TOKYO ELECTRON东京电子和SaaS Microtech苏思维技术。 三星计划在天安工厂安装该设备,以增加HBM出货量。 天安工厂是三星半导体后端工艺的生产基地。 考虑到HBM是由多个DRAM垂直连接而成,三星需要增加更多后端工艺设备来提高出货量。 因此,这次扩建的总投资为一兆韩元。 事实上,2023年,AI服务的快速扩张导致对高效能CPU、GPU和HBM的需求增加。 韩国行业消息人士指出,三星已经从辉达和AMD等公司获得了额外的HBM订单。 业内人士称,与竞争对手相比,三星在HBM领域的反应相对缓慢。 一些市场研究数据还表明,三星的HBM市场份额低于SK海力士。 这被认为是三星装置解决方案DS部门,最近决定更换其记忆体业务部门技术开发主管的因素之一。 三星DS部门负责人表示,三星的HBM产品仍拥有50%以上的市场份额。 到2024年,HBM3和HBM3P等产品将为该部门的利润做出贡献。 另一方面,SK海力士还计划投资约一兆韩元,增强利川工厂的HBM产能。 业内观察人士推测,一兆韩元将是最低投资规模。 未来,三星和SK海力士预计将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,意味着2024年HBM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。 业内人士认为,随着科技巨头预见人工智慧服务的扩张, 未来对HBM的需求只会呈上升趋势。 如果三星和SK海力士想要满足未来的HBM需求, 他们需要将产能提高到目前水平的10倍以上。 据韩国先驱报报道,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, 全球最大的存储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的半导体业务收入, 似乎已连续四个季度落后于竞争对手台积电。 据业内人士透露,台积电二季度营收同比下滑10%至155.3亿美元, 略高于市场预期,但依旧未能避免手机和其他电子装置需求低迷, 造成的晶片需求衰退的影响。 虽然三星电子7月早些时候公布了二季度的业绩, 但并未提供各业务部门的具体数据。 但市场观察人士预计,该公司晶片业务DS部门的销售额为101亿至108亿美元左右, 几乎是去年同期221亿美元销售额的一半。 如果三星DS部门二季度业绩符合市场预期, 那么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, 三星已连续四个季度将晶片营收第一的位置让给台积电。 台积电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将在167亿美元至175亿美元之间。 尽管专家预测三星可能会因晶片减产而加速第三季度盈利复苏, 但该公司预计销售额15兆至16兆韩元仍远低于台积电。 一位韩国半导体行业人士表示, 尽管台积电可能全年保持全球晶片市场第一的位置, 但由于全球需求疲软和熟练工人短缺, 预计其前景暗淡。 三星位于德克萨斯州泰勒的代工厂, 预计将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营运。 业内人士强调, 为新工厂确保劳动力也是三星的一项重要任务。 不过,由于其在奥斯汀的工厂已营运约30年, 因此比台积电更具优势。 其之所以这么说, 也许与台积电不久前语法说会上表示, 由于美国缺乏具备关键专业知识的技术工人, 亚利桑那州工厂的量产时间推迟到2025年。 市场观察人士表示, 台积电推迟开设美国工厂对三星来说将是一个机会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